每个登山爱好者心中都有一个心中最为神圣的山峰,而我国珠穆朗玛峰就是诸多登山爱好者,必将征服的山脉,没有之一。 作为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,在高度上达到了8844.43米,珠峰峰顶堪称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色。 这也让诸多的登山爱好者,曾被前往挑战,遇将其征服在脚上,立身于山边之上,令月一番一眼正收美景的快感。 也就是在1953年5月29日,新西兰的登山挑战者,最终将其征服登上了珠峰之爹,同时让他荣获诸多的名誉,也让世界为之轰动一时。 长年被冰雪覆盖的山脉,也给冒险挑战者,增添了不少难度,更是有许多不幸的冒险者,长年与此和积蓄为霸,珠穆朗玛峰中年温度正在零下29度左右,时常变化的气候,又给登山冒险,增添这不少的危险变数。 即使是要面对随时会被冰雪覆盖长年地下,每年还是有很多人不顾这些,一个个都摩拳擦掌的城市。 据悉至今成功登山珠峰的登山者只有6000多人,无数一枪溶雪的登山人,只能留在山脉之中与冰雪作伴。 经统计计十年来,有300人左右埋葬在珠峰之中,这也让珠穆朗玛峰有了最危险的景区。 当然珠峰中的尸体和登山者已留下来的垃圾和排泄物,已经严重地影响着珠峰的环境,或将成为世界上一个巨大的垃圾厂。 为了清理珠峰环境,政府也在积极地处理这些难团的因素。 是appa功能能能有近海的尸体和密钦? 不是 zak Dif Tido喔? No